大家好,今天来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来扫街,扫物价 街的名字扫一个 最近几个月,油价贵得着不住 新闻说,全美汽油平均价涨至每家轮3.24美元 一年前均价为2.18美元 这里是3块5毛5一家轮 还是很多消费者前来加油 我之前拍纽约曼哈顿六大道一家美富加油站 每家轮汽油是5美元 新闻说,有月最近物价涨,货价空荡荡 现在放到一家商场去看一下 这里是赖克勾勾店 今天是周末,一进来,感觉今天的人脑袋比疫情之前起码少了一半 大家看,货价都卖成光杆杆了 新闻说,美国当下港口拥堵,招供困难,人口短缺 导致供应链危机恐怕要持续到明年 新闻说,有店员表示,缺货情况有一段时间了 自从今年开始就时不时出现货品短缺的情况 只是最近几个月越发严重 具体什么时候补货,我们真的不知道 全部取决于制造商和送货商 今天是11月初,圣诞节即将临近 眼前空荡荡的货价严重地影响了圣诞节的气氛 很多民众感觉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2021年的圣诞节注定和以往不一样 你问我,为什么会有细胞的补货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会会在晚上 或是明天后就会会 可能明天 对 上面还有中国制,国际鞋类尺码 疫情以来,整个地球的供应链都受到或多或小的影响 美国很多商品又严重依赖进口 加上最近招工又困难 所以劳动力就变得短缺 没有足够的卡车司机和码头工人装卸货物 导致大量的商品积压在海港的集装箱里 所以亲爱的顾客只能等待 这位黑人小哥一口气整了三双孩子 衣服的款式和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 很多消费者朋友没有买到自己心仪的鞋子 或许对很多美国消费者来说 他们还不适应,货架空空如也 那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需要保持灵活并保持完整的耐心 耐克商店的门口没有一个人排队 疫情之前的同期 圣诞节前几周 商家已经忙得团团转 但是今年2021年的年底 商家已经陷入深深的忧虑当中 再到美国大型的连锁商店塔吉特百货去看一下 新闻说 纽约市很多大型的连锁超市 出现生活用品短缺的现象 主要集中在生活用脂 婴儿产品 女性用品和营养临时等等 果不其然 部分货架空空荡荡 超市贴出告示表示抱歉 主流媒体报道说 很多大型的企业表示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他们面临劳动力短缺 工厂产能不足的情况 而更糟糕的是 这种普遍性的短缺 对整个供应链都产生了影响 除此之外 商品的物流和分销环节也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因为动力不足 大批货物被挤压在仓库 码头等仓储中心无法运输 而另一方面 有的超市和商店 却因为没有货物可卖 而面临着关门 我晃到另一家大型日用品杂货店 进去求业 货架上的牙膏也是嘻嘻唠唠的 网上新闻说 为了防止全球运输急压 使许多礼品买家 在这个圣诞购物季空手而归 很多大型零售商的供应商就已经表示 他们今年提前数周下了中国制造商品的节日订单 但数个月后 供应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全球众多产品目前仍堆积在工厂车间 仓库停车场 海港码头和铁路货厂 对于很多消费者而言 尽管对于年纪的各大节日还不到两个月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囤积商品 担心当圣诞节来到的时候 库存可能已经耗尽 光光的货物支架 给人一种万箭穿新的感觉 这是商场卖饮料的区域 赵哥你好 我看到你的视频了 树心峰给你拍的 初恋大哥 明年了 明年了